邓小平先生的孙子,竟然是美国国籍,在当时曾经传出了一些谣言,这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,最终邓家人亲自出面,对此事进行了澄清,以平息了众人的疑虑,既然如此我们不仅好奇,邓小平先生的孙子,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呢?他究竟真的拥有美国国籍吗? 邓公一生共育有五个子女,邓普芳和邓志芳是两个男孩,邓林是一位画家,邓南是一名公务员,而邓荣则是一位作家,1977年高考恢复后,邓志芳抓住了这个机会,顺利考入了北京大学,并随后前往美国进修,在美国进修期间,邓志芳迎来了他的第一个孩子,邓卓蒂的诞生,由于孩子出生地的特殊性,也为他的国籍问题埋下了隐患。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,邓志芳和妻子踏上了赴美留学深造的旅程,为了支付学费和生活费,他们辛勤工作,并从未向家人提过一分钱的经济援助。 1985年邓志芳的儿子邓卓蒂在美国出生,根据当时美国的法律规定,邓卓蒂应该被视为美国公民,因为只要是在美国土地上出生的婴儿,无论其父母国籍如何,都可以享有美国出生公民权。 按照美国法律来看,邓卓蒂确实具有美国国籍,然而邓志芳从小受到邓小平的教会和指导,深藏着对祖国的热爱和忠诚。 作为一个中国人,他会听从美国的要求,为孩子办理美国国籍吗? 邓志芳和刘晓源,作为中国人和高级知识分子,对此是无用质疑的。 因此在邓卓蒂出生后,邓志芳就向父亲报平安,还迅速向中国大使馆申请了邓卓蒂的中国护照。 尽管有邓卓蒂持有中国护照的事实,但总有些人决一视而不见。 毕竟美国国籍对许多人来说是一种理想,被视为不可企及的东西。 即使是比美国国籍低一级的美国绿卡,也能引起一些人的热衷争夺,然在某些人的眼中,他们无法相信会有人愿意自愿放弃美国国籍。 对于这些人群来说,这样的机会就像天上掉下来的馅饼,所以他们总会心存犹豫。 当然并不仅仅是他们,还有一些心怀不轨的美国人,他们希望邓卓蒂留在美国。 毕竟邓卓蒂可是邓小平的孙子,如果他能留在美国,对美国的发展,无疑是助力而非阻力。 然而邓之方迅速采取行动,让他们措手不及。 邓小平的孙子是美国国籍,他生于美国留学于美国。 邓家人亲自出面解释,邓公在得知这件事后,也感到欣慰,因为这表明邓家对身份和文化传承的重视。 无论身在何处,我们始终是中国人,永远不会忘记自己的祖国,然而一些未了解。 真相的人认为邓卓蒂是在美国出生,必然具有美国国籍,于是开始广泛报道此事。 邓家人不得不亲自出面澄清此误传,为了避免邓卓蒂的国籍成为争议话题,并给他提供更好的教育机会。 邓卓蒂在不到满月时,就被父母送回了中国,并寄养在爷爷邓小平的身边。 在童年时期,邓卓蒂的生活中充满了爷爷的陪伴,从学不到挺拔的姿态,他逐渐积累了丰富的知识,以及一些与众不同的见解。 2007年他从北京大学法学系毕业后,选择赴美国杜克大学,攻读硕士学位,这是为了更好的追求知识的渴望。 为什么是美国,而不是俄罗斯或英国呢?因为美国曾经是他的父母留学的地方,所以邓卓蒂对此地也有些向往。 再加上中国和美国的教育有所不同,中国注重培养人才,而美国则注重吸引和留住人才。 怀着对美国的好奇和对知识的向往,邓卓蒂踏上了去美国的旅程,当然他的这个选择引起了人们广泛的想象空间,也给某些爱好阴谋论的人制造了炒作的土壤。 有人猜测邓卓蒂以留学为幌子在美国定居,认为他不会回到中国。 然而邓卓蒂凭借着坚定的意识和对祖国的热爱,他毅然回到中国,用实际行动给那些,质疑他的人已回击。 其实邓卓蒂能够从美国回到中国并不出人意料,从小在爷爷身边长大,通过潜移默化的教育,他始终铭记自己的中国身份,即使有再好的工作条件,也无法阻止他对祖国的热爱之情。 邓公的孙子邓卓蒂,曾留学美国,回国后当过副县长,现在又何担任职?邓卓再回到祖国后,就进入基层工作,担任广西状足自治区苹果县副县长。 这个地方条件艰苦,交通不便让邓卓蒂的工作变得更加艰辛,但是他仍然兢兢业业的为民众服务,致力于做实事。 在他的领导下,交通状况得到极大改善,道路安装了电灯,学校也建起了新的围墙。 火龙果的种植,也在土地上蓬勃发展,邓卓蒂以出色的能力,赢得了人们的赞誉。 在广西他与农民一起努力耕耘,不介意裤脚被泥土弄脏,他愿意坐在田梗上,和农民一起聊天。 他亲自去体验民情,直接询问民众需求,而不是仅仅通过简单的调查报告来了解。 他融入了乡间生活,走在清晨的泥土路上,只有他的衣角被露水打湿,而他的热忱心态始终如一。 他走进了广西民众的家庭院落,端起梁白开与他们一同品尝,拉近与民众的距离。 邓卓蒂逐渐展现出了邓公的风采。 2016年邓卓蒂接任,县委副书记一职,并兼任新安镇党委书记。 然而在这个事业腾飞的阶段,他做出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抉择,放弃了光鲜的政治生涯,转而成为一名桥牌职业选手。 并且在2017年凭借过硬的实力,成功当选为北京市桥牌协会帝九届理事会理事。 或许这也是邓卓蒂受益于邓公的影响。 因为在邓公有生之年,他最喜欢的娱乐活动,莫过于打桥牌,一个人的兴趣爱好,常常在幼年时期受到祖辈和父辈的影响。 所以邓卓蒂的选择并非无从追溯。 国内时期邓卓蒂一直保持低调生活,不张扬自己的身份,从未因为邓公的孙子身份而追求特权。 而是脚踏实地,努力取得政绩,家庭教育对孩子的未来有着深远的影响,这一事实在邓卓蒂身上得到了明显的体现。 如果他成长在一个弱势家庭并没有受到爱国主义教育的关注,那么很有可能邓卓蒂选择美国国籍,而不是回到祖国。 这个例子提醒我们,良好的家庭教育是至关重要的,父母应当注重培养孩子,对祖国的热爱和国家意识,让他们明白自己的责任和使命。 只有这样孩子们才能发展出高尚的情操,并为社会的繁荣与进步贡献他们的力量。